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4年10月29号 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回到现实世界 节目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一期的节目呢 本来应该要给呢 在那个古来的 那个我们的亚裔阿冲 或者在麻坡的 我们的安克讲的 但是呢 我 我 也是受害者 虽然我住在基隆坡呢 但是我也是一个受害者 因为我真的很痛苦很痛苦啊 每次去周后啊 每次去楼佛啊 哇老呗 真的是啊 你看我们南北大道 我们从KL出去的时候呢 KL出去的时候 6辆车都有 然后走到马六甲呢 还是3辆车的 那过了马六甲呢 过了阿克马那边呢 那阿克马一过呢 啊 马上 马上变成两条路 一进到那个 那个东甲东甲下去呢 整个楼佛都是双车道 要知道啊 南北大道啊 流量最高的其实就是楼佛啊 啊 然后呢 到了那个魏佳祥那边呢 魏佳祥下去呢 哇那边就是最塞车最塞车的一段路嘛 啊 啊 那个魏佳祥到那个 啊 神奈的那边 哇 非常非常非常的塞车 经过古来 因为他只有两条路 是不是啊 非常非常辛苦啊 每一次走那边啊 都是啊 塞道啊 是不是啊 那我上次有一次在那个 我从那个巴杜巴哈呢 去到古来呢 哇 老喂 真的是 全程塞道啊 啊 无话可说啊 好像上一次我从那个 森林城市呢 回来呢 回来KL呢 花了12个小时啊 其实在楼佛的境内啊 塞了7个小时啊 因为楼佛的南北大道啊 他就特地做小小给你啊 是不是啊 啊 然后呢 这几十年来的都不动了 他就是不要做啊 就是不甘愿做 因为他背后呢 就是一个政治角力嘛 就是一个政治博弈嘛 然后到了现在呢 哇 人家终于看见了 诶 真的做了咯 啊 从那个Sinai Uttara呢 到Satanat呢 做了 然后 然后Satanat的那个古来呢 做了 只是还没有做到呢 为加强那边吧 有点可惜 但是据说呢 还是会做到 最少最少会做到 为加强那边的 啊 就是那整段呢 坐下去 但是人家希望呢 是从为加强呢 直接坐到阿克马那边啊 人家是 人家是希望啊 为加强呢 整条路呢 坐上去呢 通道呢 马六甲 都是给他删车到 啊 这样子的话 就会轻松啊 啊 所以为什么南北大道会这样子呢 啊 真的 我们只是一句话讲 啊 老马呢 你做人呢 真的不要这样子啊 啊 你真的不要为了 你那一口气呢 你去呢 当务 啊 我们心理学叫做 介入千千万万大马人的生命 知道吗 你不要害了千千万万大马人啊 老马是很心很熟辣的 你看他之前跟新加坡吵架 啊 谁跟他砍掉了 人家自古以来战争啊 啊 两国交战呢 不砍人家的水知道吗 砍人家的水是很严重的事情啊 你谁敢砍人家的水呢 千古骂名 万古 万古遗臭啊 老马真的敢砍新加坡的水 啊 所以呢 你讲他南北大道呢 他特地弄小他呢 你讲他做不错啊 因为很简单的嘛 南北大道弄小了 给你们新加坡的车上不来吗 新加坡人想上来马来西亚 塞到你傻了 啊 然后呢 你马来西亚的人想去新加坡 啊 想去新加坡做工也是塞到你傻了 然后也给你们楼佛的人呢 塞到半死了 啊 啊 不听我的话塞到半死了 是不是 一条这么重要的马路呢 特地拿来搞成这样子嘛 啊 人家楼佛的那个南北大道啊 三车道其实根本不够啊 他最少要要四车道 四车道的知道吗 对每次一散到那个头 哇 哇 你到那个魏家祥那边呢 都是啊 哇 你纯层了你就知道了 就是你要挨过那一段 然后 八六礼拜你去楼佛呢 你也是经过啊 那一过了那个魏家祥过后 你就是完蛋了啊 一直到古来 有时候还要到现在 完蛋 啊 是不是 所以呢 人生就是这样子嘛 你不要一直去为了你的一些理念啊 为了一些你的执念啊 去害人家嘛 去耽误人家嘛 好像 你真的你不在了 你不在了 那条路呢 还是要做的 你不在了 森林城市呢 博德市街呢 是弯起来的 你不在了 龙兴高铁还是会做出来的 所以你何必何必这样子呢 所以他今天他还在 他还在 但是他失去一切的power 啊 可能就是要让他去领悟这个人生 让他去了解 啊 让他去了解 让他去看到呢 啊 南北大道扩建 啊 龙兴高铁做出来森林城市 辉环啊 给他看到之后呢 要他放下 啊 要他改变呢 他才能够离开啊 是不是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新闻吧 啊 其实我很喜欢去走货 啊 我甚至想去那个 啊 那边 那个 那边 那边呢 啊 甚至想去买那边的房地产 也可能以后 啊 以后也可能 搬去那个楼佛住了 或者现在也时常下来楼佛玩 但是偏偏就是给这个 这个 搞垮了 啊 啊 他人生何必这样痛苦呢 啊 这样子整天在那边塞车 是不是 啊 就是因为呢 这条highway的关系啊 不然我就喜欢喜欢我就去楼佛啊 不是 啊 所以这 这次呢 终于终于动工了 终于终于做了 啊 所以呢 那边呢 一场呢 这个 尊马呢 那个我们老马呢 跟这个楼佛玩世的政治博弈呢 恩怨情仇呢 啊 算是 总算落幕了 啊 幸亏现在阿公是楼佛苏丹啊 啊 不然这条路啊 不知道十年后呢 会不会做都不知道啊 是不是 啊 所以之前有讲嘛 啊 这个 南北大道 两车道 现在增加到六车道 上边三条 三条 啊 讲是讲呢 但是呢 楼佛人对他实在是没有信心啊 啊 认为这是不太可能做到的 啊 然后还延伸到呢 那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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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耶丹哦 啊 其实最少最少要到阿耶丹 阿耶丹是很重要的嘛 那边去居然 这边去巴都巴哈跟阿耶丹 啊 就是 基隆坡 然后下面呢 古来 他是一个 你最少要 到那边 其实最好呢 那当然这个阿耶丹过后 那边车就少了很多很多了 啊 那边 当然以后也是要做啦 你一直一直做到野心那边 那边 野心那边为止 阿克马那边为止啦 是不是 啊 其实是纯程的要 加款了 但是人家还是没有信心哦 啊 虽然讲宣布宣布呢 他一天没有动工呢 都会有变卦知道吗 啊 但是现在终于人家看见他动了 终于看见呢 他还会动了 啊 为什么他不动 知道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他这间公司呢 他背后的老板 他背后的盆胆呢 是谁呢 啊 谁创立这间公司的啊 啊 就是他真正最大老板是谁啊 啊 他现在终于肯动了 终于肯做了 啊 因为这个FB呢 我已经看到看到那个 啊 大家的那个流传 啊 所以你看 啊 就是这一段呢 还有Hitam呢 一直到这个Sinai呢 到这个Skutai呢 啊 中间中间经过这个新邦人干呢 啊 新邦人干开始了 到古来啦 哇 这个超级超级黑区啊 超级超级黑区 全马来西亚 塞车最夸张的就是这里啊 啊 因为新加坡车又上来 啊 这边车又下去啊 啊 来来去去就在这边吧 啊 所以你看 第一阶段呢 就从这个Sinai Uttara呢 到Stand Up 啊 21.8公里 啊 短短罢了吗 对南北大道来讲 煞煞谁知道吗 21.8公里 啊 煞煞谁罢了 啊 他才5亿 5.25亿 啊 也是煞煞谁罢了 啊 啊 那个收 那个脱收多一点钱呢 他就搞定了嘛 啊 所以呢 动工直接 2024年7月中旬 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啊 2027年6月呢 做好 需要上年的时间 啊很慢 但是无论如何呢 他会在阿公任期之内呢 做好 你一定要在阿公任期里面做好的 不然啊 还会生变故 啊 啊 第二段就从Sedana 到Sedana 到Sedana 实际上只有16.6公里 但是人家 不要小看这16.6公里啊 两个小时都走不完 我跟你讲啊 啊 不要开玩笑啊 这边21.8公里啊 你试试看 看你两个钟头有时候走得完 啊 是不是 啊 这边就 比较有波动一点呢 这里要9.31公里 这里呢 还没有啊 2025年第一季度开工啊 所以也是要求神拜佛 祷告啊 拜神啊 啊 然后当然啦 2028年那个阿公 罗佛苏段还是阿公啊 所以应该是可以顺利做完啊 这两段啊 啊 然后 到Io Hittan呢 还没有开工啊 还没有开工 不知道会不会开的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 总之柔佛做什么 老马通通跟他破坏掉 啊 你看 当时圣灵城市做到如火如荼的时候呢 老马突然间呢 他一刀抗下圣灵城市 导致圣灵城市呢 彻彻底沦为鬼城 啊 虽然他里面很美 啊 去度假呢 拜六礼拜呢 人家都去玩 很美 但是他已经失去了他原本的那个方针 啊 你每次去看 看他们介绍的时候 他们介绍的那个方针呢 完全做不到了 真的是给老马一刀砍下变鬼城了 啊 是不是 因为这个是楼佛团是呢 有藏鱼的嘛 啊 就硬硬跟你狠狠的砸下去了 所以 人家之前的讲嘛 你安华呢 你一定要重启呢 啊 你不可以这样浪费 一个见到这样美的地方 这个 海岛都填起来了 啊 建筑都建了 所以安华就把它列入金融特区 也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里面正式 啊 免税区金融特区 啊 总之通通都在那边搞 是不是 啊 啊 可以不可以开洗衣店就不知道啦 啊 啊 他们讲呢 是给人家开洗衣店啊 啊 能开洗衣店呢 还不错啦 是不是 啊 啊 然后龙兴高铁呢 就是这个啦 所以每次讲算呢 他一上台呢 他就跑去 东南海呢 去找习近平出来 骂架就是这样子啦 啊 就是砍这个龙兴高铁啦 他直接在习近平面前大骂习近平嘛 他那里怕习近平 是不是 啊 人家习近平看他这样老了 当时93-94岁啊 也是尊重啊 是不是 啊 所以中国对马来西亚也是很 很怕的 你看一拿中国的国旗呢 就来了 所以龙兴高铁呢 也是被老马取消嘛 老马甘愿啊 赔新加坡商议啊 因为按照contract呢 不见不见就要赔新加坡商议咯 老马甘愿啊 商议去赔新加坡他都不要见了 啊 人生何必如此固执啊 何必固执到这个程度啊 是不是 商议拿去送给新加坡啊 他都不要把这个高铁建出来 啊 我跟你讲呢 你又不在了是不是 啊 这个高铁是一定做的 从新加坡一直到北京 啊 然后从北京一直到罗马 啊 啊 就是啊 啊 他们讲从北京到耶路撒冷 从耶路撒冷 打仗 啊 从北京一直通到罗马 我跟你讲啊 啊 就是通到巴黎啊 你用整条做到完的啊 啊 就是你可以从新加坡做高铁做到啊 啊 北京做到罗马都可以啊 啊 就是整条 整条 总之在过几十年呢 全部做完了啊 啊 但是老马你现在硬硬你把它砍掉 砍掉 这条路还是会出现的 你没有办法的 所以当时有人起诉嘛 起诉那个丁丁跟老马 赔赔商议给新加坡 取消荣津高铁呢 啊 这个方式不知道打了怎样 没有后面没有消息了 啊 然后呢 老马跟那个罗佛苏丹的这个恩怨倾仇呢 啊 他是真的是苦上抬面的啊 啊 这个全部是报纸灯啊 全部是上媒体 已经超到上媒体的啊 不是 不是人家讲他们两个尸体 这样 没有没有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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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这句话都讲得出来啊 他讲这个 罗佛苏丹的家族是什么人啊 就是大家史加拉读过啊 啊 然后呢 他又讲那个罗佛苏丹呢 把地卖给外国 啊 他卖给外国人很多地 啊 他不甘愿啊 啊 就好像那个基朗丹嘛 啊 基朗丹其实呢 把一块地卖给中国公司 中猫上完嘛 啊 啊 就是我跟你讲 那个基达州啊 基朗丹很喜欢中国公司的啊 很喜欢中资的啊 啊 啊 然后呢 他不断的批评罗佛苏丹 啊 所以他不怕的 啊 你看 除了马来西亚 天天不停骂罗佛苏丹 天天不停羞辱罗佛王式的 就是老马嘛 啊 啊 然后是真的是实际行动呢 他甘愿赔上一新加坡呢 都要把那个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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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还打算跟现在阿公的儿子继续吵啊 是不是 到现在阿公的儿子呢 罗佛完除以后 以后做最高元首了 你家老马还有没有在 还在继续吵啊 是不是 所以就他为了他个人跟罗佛的恩恩怨呢 他就当务了马来西亚千千万万百姓啊 导致你看我们每一次去走后呢 都是受苦啊 绝对受苦啊 当地人都不要讲啊 你在古来那边呢 古来你转了18个19个交通村出来之后呢 又塞车塞到两个小时呢 才能够到 哇 简直就是啊 是不是 古来这么多交通村呢 不知道是不是老马做的啦 我不知道啦 是不是天天叫人家转转转转转转转 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啊 要问那个前市议员呢 我们的阿聪呢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多交通村 是不是 好了 无论如何呢 看见了 罗佛的南北大道已经扩建了 所以2027年呢 2028年之后呢 哇 大家去罗佛呢 就轻松很多了啦 新加坡的车要上来也轻松轻松很多了啦 真的是好消息啊 所以一定要在阿公的任期之内呢 把它建完啦 是不是不来才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不知道啊 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 所以呢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回见